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折言说服众人答应了 没有人随着 凤九依然进到洞中 他虽然在这里数月 可现在却是第二次看他 凤九的眼睛里又充满了泪水 东华 我要回天宫了 我回去是要确保我们的孩子平安生下来 我一定会照顾好孩子 你要答应我 不管怎样 不要让我等太久 如果你一直不回来 我怕孩子大了 会不认识你 那可不行哦 孩子不认你 我也会嫌弃你的 记得了吗 你要快点回来 凤九捂着嘴巴 低声抽气着 东华 我会一直等你 凤九收拾一下情绪 擦干眼泪 转身离去 而此时的寒冰中 东华的眉头微微一皱 凤九的阵痛来得很突然 也很猛烈 他已经在太成功的寝殿中疼了三日 可是还是没有任何药生产的迹象 折言和药王督守在外面 连乐婿娘娘都来了 在折言和药王不方便的时候 就由他进去陪着胡后和白浅看着 毕竟这九重天上 除了药王 就只有他的迈向最好了 可是 即便他们三人凑在一起 也无法判定到底为何 这凤九如此难以生产 白家众人也是一筹莫展 但是乐婿道有些想法 他是叹性的对折言和药王说道 当初我生一华也是经历了七天七夜 这孩子也是个命贵之人 说不定凤九会比我当日更难生产 只是我当日是受了昆仑序莫冤上神养的金颜附身才有的夜华 可凤九是自然受孕 不知会不会有区别 折言思虑了一番 似乎是自言自语道 难道当日帝君的半颗仙缘对他有影响 上神的意思是 折言不太确定 东华帝君有半颗仙缘在凤九体内 本来凤九是受不住的 只不过他体内还有帝君的赤金血养着 所以这些日子了 也无碍 只是不知现在是不是会有影响 药王摸着胡须也是思虑一番 很难说啊 这帝君的血脉和帝君的先缘 也许互相有些牵扯也不一定啊 折言点点头 确实 凤九如果不是有帝君的赤金血 是断然养不住那些人的 现在看来 这帝君的血脉在凤九的肚子里 估计也承受着那些人的影响 不管怎样 他要去确认一下 进到内殿 隔着沙帘 折言催动法力 在凤九体内探寻着帝君的先缘 这一探 他大感不妙 急匆匆地走出去 对着一众人等焦急地说道 帝君的孩子在凤九肚子里 这些日子和帝君的先缘 确实会有影响 现在那些人因受帝君血脉的滋养 和孩子一起在壮大 牵扯很深 那孩子很难出来 是因为那些人很难出来 我们要强行将先缘取出 否则 凤九和孩子都有危险 可是要取出先缘 对凤九的伤害就很大 他修为太浅 估计很难像帝君或者凌峰那样扛得住 好在这些人本也不是他的 所以我们还有机会尽力一试 但是如果出现闪失 折言停下来 看着白衣 他不得不问 是保孩子 还是保凤九 一时间 无人说话 胡候上前一步 坚定地看着折言 上神 我们不做这样的选择 我们白家的孩子 什么都扛得住 我相信凤九 我们绝不会让他或者孩子出事 不必再问 要怎么做 你说吧 折言皱着眉头点点头 既如此 请乐虚娘娘和小五一起 进去那店看护住凤九 如有不是一定要告知 我们就在沙连之外 我和珍珍催动法力拿出帝君的先缘 其余人都帮忙用先力护住凤九 我不确定要用多少时间 尽力而为吧 众人不再多言 按照折言的法则开始纷纷催动法力 凤九一时清醒一时昏死过去 九重天的人都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忙 连宋和承玉已经坚持了两天 听尽全力用法力护住凤九 四命更是一刻都没离开过 连墨渊和蝶峰也来接力帮忙 就这样 在整整三天三夜之后 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 整个九重天大放一彩 三十六天一刹那金光齐放 八十一只五彩鸟直飞冲天 在太陈宫的寝殿上方绕行飞舞 而上一次夜华降生 也不过七十二只五彩鸟 天宫的人都知道 这是天地共主 东华子府邵阳君的孩子降生了 皆挺低一点的神仙们 都纷纷下跪恭贺 这可是四海八荒最重要的大事了 天宫一片吉祥的喜庆氛围 而太陈宫中 大家都哭成一团 太不容易了 凤九精疲力尽 可是还是忍不住 抱着自己的孩子不肯放手 四命感动的流着眼泪 帝君以后再也不会孤单了 就在此时 一颗耀眼的白色圆珠 随着孩子的降生一起从凤九体内被选了出来 这圆珠绕着凤九和孩子飞了几圈 然后就突然朝寝殿外飞去 折颜大惊 大喊一声珍珍 快 跟上 白珍没有犹豫 直接先顿追着圆珠而去 白珍追着圆珠来到不周山 果然 白珍估计的没错 那是帝君的仙人 他是来找帝君了 一直守在不周山的凌峰 也发现了这颗仙人 他赶到寒冰洞口时 正好看到白珍 白珍简单的说了一句凤九声啊 这仙人出来了 凌峰点头 没有多问 他和白珍互看一眼 一起走进洞去 洞内的景象让他们都有些诧异 本来悬在空中的半颗帝君的仙人 此时发出了耀眼的白光 两个仙人和二为一 发出的光彩由白色变为金色 这金色的光芒照着冰封东华的寒冰 寒冰的周围都变得流金一彩 可是冬华并没有写 白珍看着凌峰 凌峰飞身上前催动法力探寻 半晌之后 他回到原地对白珍说快乐 白珍不再多问 转身离去 凌峰看着被冰封的冬华 脸上浮出欣慰的笑 帝君 当日你入阵之前对凌峰的托付 凌峰不敢相望 凤九一切都好 这天下一切都好 还好你一直没放弃 直到今天 凌峰终于可以放心地离开不周山了 但你归来之日 若你我有缘 凌峰便在这不周山等你 你我当把酒言欢 一醉方休 帝君 珍重 凌峰就此别过 凌峰对着冬华深深一个鞠躬失礼 然后转身离去 凤九在太陈公养得不错 天君下了命令 九重天各入仙家 不得扰了女君休养 所以凤九得以安心地陪着孩子 白浅和胡后一直陪着她 承玉也经常来看她 唯一让所有人有些困惑的 是凤九给孩子起的名字 滚滚 小九啊 你当真 凤九笑得很开心 是的 奶奶 就是滚滚 因为我和冬华的这一世滚滚红尘 胡后叹口气 罢了 好 你开心就好 滚滚就滚滚吧 一个不哑不俗的名字 凤九叫得开心 也便无人在反驳 等凤九养好了身子 一黄眼两个月过去了 凤九牵挂着东华 折颜替她去看了看 说是还要等着 其实凤九生了滚滚后 曾经偷偷去过一次 东华还是那样睡着 她对东华说了很多滚滚的趣事 她相信听了这些 东华一定不忍心再睡了 当然 结果是难免一阵伤情 自凤九生下滚滚两个月后 私命来告知她 魔族新任魔军赤凌峰 已经举行了继任大典 四海八荒当然是同鹤 毕竟魔族是除了天族外 最让四海震慑的一族 而新任魔军赤凌峰的修为和筹谋胆略 也是在先魔大战后威震四海 她的继任大典连天军都送了鹤礼 私命说在大典之上 魔军赤凌峰曾当众宣布 与青丘女军白凤九节为一姓兄妹 这四海八荒有任何族类若想对青丘不利 就是对她魔族不利 那就要问问她魔族大军是否答应 凤九颇为动容 她知道天族刚刚经历了先魔大战 人气大伤 而现在东华还在冰封中 凌峰是想借此来 威慑四海八荒那些 想趁机作乱的部族和分支们 不让他们妄动 凌峰是在护她母子周全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